我们来看11.3 11.3这条特别出名 出名在哪里呢 由这一条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概念 叫四科十折 出现了这个概念 四科十折 这四科是哪四科 四科就是德行 德行科 言语科 正式科和文学科 就这四科 叫德行言语正式文学 就是从这个第11章 第11篇先进篇里面 第三章 这个概念就从这里出来 这个概念对后世的影响非常的大 我们后来一般认为 儒家主要学习的就是这四科 德行言语正式文学 甚至到了试说新语 大家知道说新语是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事 试说新语当中 它不是有什么 什么篇 什么篇 他的前四篇 就是这四科的名字 德行篇 言语篇 正式篇 文学篇 这就是 施罗欣语前四篇的名字 所以这四篇的名字 为什么是 前四篇是这四个 就是因为 它是从论语当中来的 而施罗欣语主要的 一个这个定位 就是去品评人物 就是说每一个人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当然后边还有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有 荣指篇呀 宿慧篇呀 还有去讲这种 贤惠的女子 这个叫 贤元篇呀 就这些 都是后来的 但是它的前四篇 奠定基调的四篇 是儒家的四科 叫德行篇 言语篇 正式篇 文学 那这四科也被认为是 孔子教学的 主要的 这个 门类 主要的门类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四种门类当中 分别出来了 哪些 比较有名的人 第一个 德行篇 四个 德行篇 列了四个人 但是这个 这四个人 再加上后边 言语篇列两个 然后这个正式篇两个 文学篇两个 就这十个人 被称为实者 但这实者 并不算是 孔子弟子当中 最优秀的弟子 你不要觉得说 这十个人 是不是就是千世明 不是的 我们知道在 孔门当中 有些很厉害的人 在里边 根本就没有提 对不对 比如说曾子 有弱 就别的不说 就说这两个 在论语当中 排名这么靠前的人 对吧 继承孔子一波的人 曾子都不在这里边 有弱也不在这里边 所以这个实者呢 只是说他们在某一个方面 非常的擅长 并不代表着说 整体能力是前十名 不是这个意思 这有点像是什么感觉 有点像是我们语术外 对吧 这个前几名 就这种感觉 但是不见得 人家总分 就是最高的 这个德行的四个人 言语的两个人 正式的两个人 文学的两个人 我们一点点来说 首先说这个德行 德行就是说 修身养性 这个方面最厉害的 四个 第一个言约 言约 我们前面讲到过很多次了 这篇当中 会讲到很多个言约的事情 言约就是言回 对吧 字叫子约 所以叫言约 那后边这几个人 全部都是称的字 就是这四科当中 这十折 在这条里面全是字 那这个明子谦是谁呢 明子谦叫明笋 这名也不咋地 对吧 叫明笋 字叫子谦 叫明子谦 明子谦是我们第十一篇 先进篇当中出现 非常多的一个人 没有言约出现的多 但是呢 也出现了四次 而且在后面还有 出现其中有一次的时候 叫他叫明子 所以后来很多人都说 十一篇是谁写的 是谁编的 大家很多人都讲 十一篇应该是 这个明子谦的学生编的 因为发现把明子谦 拔的这个格外的高 大家在前面读的时候 都没怎么碰到过明子谦 对不对 我们前面读到 就是你相当于 我们已经读了一半的论语了 这明子谦都没出现过 在这里突然间冒出一个明子谦来 还排在这么靠前的位置 而且呢 在整个的第十一篇当中 明子谦出现了四回 每一回都不差 都挺好 而且这个 还有一次被叫做明子 就是对先生的进程 所以很多人都说 这篇是明子谦的学生编的 然后这个 曾子这么重要的人物 竟然不在里面 然后这个冉伯牛是谁 大家记得吗 冉伯牛我们前面讲到过 叫冉庚 自伯牛 这是孔门比较早的弟子了 比较早的弟子了 这个冉庚 只比孔子小 大概七岁的样子 重工 也是冉家的 叫冉雍 雍也 可是难面 那个冉雍 大家记得吗 冉雍自重工 这四个人呢 是孔门的 德行的四者 然后后面的言语的两个人 一个叫宰我 一个叫子贡 这两人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 宰我 就是这个宰宇 你看这个人 虽然德行不行啊 这宰宇确实德行不行 但是这个人的口才特别好 所以经常这个 做一些朝堂上 发言呢 初始 外交啊 这种事 还有一个就是子贡 这两个人是以能说会道著称的 子贡是端木次 对吧 自子贡 这个端木次 是孔门的一个好学生 最厉害的是他的口头 这个表达能力 言语 后面的叫正式 这个正式就是出去当官治理 当官治理最厉害的两个人 一个是燃友 一个是子禄 这两人也都是挨骂比较多的人 燃友 燃友其实是自子友 对吧 叫燃球 就球那个燃球 字叫子友 所以又叫燃友 这是做正式比较厉害的人 而且燃友跟子禄都曾经做过济世的家宰 做过济世宰 燃友后来还被孔子断绝师徒关系的 还被孔子断绝了师徒关系 说非无徒也 说这人不是我徒 这人不是我学生 为什么呢 因为帮着这个济世发财 孔子很生气 但是这个人的才华 孔子是认可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子禄 对吧 重游 字叫子禄 又称 记录 就是这个燃友和记录这两个人 是在正式方面很突出的 最后两个叫文学 但是这里的文学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 今天我们所说的文学感觉是中文系 对吧 写文章 写诗歌 不是这个文学 这个文学是什么呢 指的是 就是典籍的学习 典籍的解释 所以这个文学是比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的面要大 他这个文更多的是典籍 这文指的更多的是典籍 就是对于经典的解释 学问这个方面 最深的是子游子夏 所以子游子夏两个人放在今天就是学问最好的两个学生 然后这个前面这四个呢 是德行好的 这两个是口才好的 还有两个是管理比较强的 还剩下最后的两个子游子夏 这两个人呢 是这个学问比较高的 所以这是11.3这一章 就讲到了四科和十者